展望港股後市,美國主流媒體宣布拜登贏出 美國總統大選美股期貨星期一亞洲早段的時段都進一步上漲 實際上,市場普遍預期拜登當選後將會降低地緣政治風險,令中港股市都會受惠 預期恆指今日將會高開,不過港股通在上星期五錄得輕微的資金淨流出 反映內地的投資者在近期港股強勁反彈後,投資情緒暫時轉向保守 而個股方面來說,美團、比亞特、騰訊這類的主要科技和電動車股 上星期五,港股通投資者有獲利的動作 其中騰訊在11月12日,星期四公佈了季績 預期業績將會持續強勁增長,成為市場短期的焦點 而另一方面,友邦1299第三季度的新延步價值按年跌了2.8% 按季則上升了2.2%是符合市場預期 鑒於友邦在中國的強勁增長潛力,我們建議投資者乘低積累 而今天的個股推介會說回中國燃氣384 踏入冬季供暖的旺季,再加上今年預期將會較過去更加寒冷 航東的效應連帶中國經濟復甦的概念,將會加大燃氣需求 航業龍頭中國燃氣天然氣的銷量由4月份按年增長8% 改善到8月份增長12% 而21財年全年的目標增長15% 而另一方面補貼收款是加快改善了自由現金流的情況 估值上來講,21財年的預測市容率是12.9倍 那就是低於過去五年平均水平,估值仍然吸引 我們給的目標價是29.7,至市價是25元,謝謝 本人陳樂儀是證監會持盤人士從事受規管活動 隸屬海基證券集團有關牌照詳情,請參與以下連結 其及或其有聯繫者並沒有擁有上述建議 互分發行人的財務權益 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 只供參考及內部使用 有關資料是根據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 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,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 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並不構成 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邀約或邀約招來或懇求 海基及其高級人員、僱員、代理人及聯屬公司 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 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 概不負責 協定